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第三集 到最后 它编制了包含20个想法的清单 其中包括边缘计算 作为提高利润的另一种方式 沃尔玛正在努力出售其海量数据 这些数据涉及数益在网上购物 或在奇门店使用信用卡的购物者 并利用这些数据来销售更多广告 沃尔玛的一位发言人说 沃尔玛不会出售个人购物者数据 而是为广告商提供使用匿名数据 更精确的定向广告的方法 今年2月 在与供应商的一次会议上 沃尔玛高管们公开讨论了 创建一个广告网络的计划 该网络可以帮助凯洛格 Kellogg和Tide等品牌 根据沃尔玛的购物者数据 定向发送在线广告 这是沃尔玛之前 依赖WPP PLC 部门销售的一项服务 沃尔玛媒体集团 Walmart Media Group的一名前高管表示 广告努力的开局并不顺利 据熟悉情况的前高管 和消费品公司的高管称 业务引入内部后的技术混乱 导致许多已售出的广告 没有出现在网上 沃尔玛发言人表示 沃尔玛的广告业务正在增长 他说 正如你在建立一个完整的内部媒体业务时 所期望的那样 我们正在不断学习和实践 沃尔玛现在正努力实现更快的增长 同时获取更多利润 据一位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 该公司计划增加电子商务仓库容量 以便有更多产品可供次日送货 和亚马逊一样 沃尔玛也计划投资更大的能力 为第三方商家提供配送服务和仓储服务 这些商家都是在沃尔玛网站上列出商品的外部公司 在亚马逊 大部分商品来自外部卖家 他们向亚马逊支付产品上市或发货的费用 这在推动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问题 有些客户和卖家表示 亚马逊的在线市场上充斥着山寨或不安全的产品 据亚马逊发言人称 该公司禁止销售假冒产品 并要求所有销售的产品都要符合适用的法律法规 安全是重中之重 董明伦在上个月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说 沃尔玛需要提高其电子商务业务的利润 今年早些时候 该公司将几名总部位于阿肯色州本顿维尔的沃尔玛资深员工 晋升为电子商务部门领导职位 其中包括晋升阿神利布侃南 Ashley Buchanan担任首席商务官 史蒂夫·施密克 Steve Schmidt担任首席财务官 据知情人士透露 今年早些时候 洛尔交替戴过两顶黑色棒球帽 上面写着创新者或操作员 这让办公室周围的人感到惊讶 在一次会议上 戴着操作员帽子的洛尔开玩笑的解释说 戴这些帽子是为了向每个人传达一个信息 其他和团队可以有效的运营业务 并推动沃尔玛尝试新策略 沃尔玛发言人说 洛尔戴了几次这种帽子 向他的团队强调在两条战线上都需要保持前进 知情人士称 洛尔曾说 我两者兼而有之 如果你感到困惑 看看我的帽子